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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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歡迎收看 O Channel DIYID 每次是我開場怎麼搞的 OKOK我們再來一次 歡迎收看O Channel DIYID YID 你看我穿到多啊 桌下要準備去郊遊 你是要去喝紅茶 吃下午茶的那種感覺 是的 所以我是準備等下你這邊一做好之後呢 我就馬上來個下午茶 來個下午茶 OK今天也是一樣要教大家做的是 這個蔓越莓的思糠 這是英國的人 對他們的下午茶必備的一個 就是每次三層的那個東西 裡面有一坨的那個東西 所以今天的材料內 主要就是要有麵粉 250克 泡打粉 一湯一小匙半 然後還有冷凍的牛油 對這裡是有60克 然後一湯匙的糖 然後在這裡我是用canned sugar 我們自家的低糖 豆奶 還有就是 雞蛋一顆 然後少許的鹽 然後還有因為我們今天做的是 蔓越莓口味的 是的 對所以我們這裡準備了 110克的蔓越莓 欸蔓越莓好像是很 能夠補血 可以保護眼睛對不對 對而且它的抗氧化成分很高 它可以幫助就是 防止那個尿道分泌的肌病 欸也可以是 剛才我們看到有蘇丹瑞幸 就是你也可以變成是葡萄乾 是 其實任何種類的乾果都可以 適合放在這裡面 好 首先我們就先要做一個過篩的動作 OK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麵粉 可以麻煩你就是麵粉跟這個泡打粉一起過篩嗎 你確定要我來做齁 還是我做 OK可以啦我做 我是小助理 像那個佳音說的我們是小助理 在家裡比較少做 所以現在在這裡要做完它 然後我來就會來弄這個 好 雞蛋 雞蛋跟奶的那個mixture 就是雞蛋跟奶的混合啦 是 OK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小朋友跟 就是爸爸媽媽也在家裡 是可以同步一起在進行喔 是 其實我覺得我們所選的食譜都還蠻適合親子的 對對對 而且又很簡單 而且第一次好像那天他們說的 就是佳音他們說的 就是小朋友啊 你看他第一次下廚啊 他都做得到耶 所以我就覺得其實是蠻簡單 所以我現在這邊已經篩選了差不多 對然後我這邊呢就是雞蛋加豆奶的混合 嗯 然後這個糖也給他加下去 OK 其實就是大家混在一起 然後這個攪到糖溶解了之後 然後我們回到這個麵粉這一part了 是的 我們加入我們的冷的牛油 欸其實如果熱掉它變成油的話是ok的嗎 其實它越冷越好 其實Scon的texture它的質地是 質感是怎樣 是鬆軟的 它外皮 它其實有點像蛋糕跟餅乾的結合 它外皮脆然後裡面是蛋糕那樣的鬆軟 然後就大概這樣子 還要幫它按摩喔 對 嗯 就把你的牛油完全跟那個麵粉結合起來 ok 好了然後 來我來幫助你吧 抹成這樣之後呢 就稍微 挖一個洞 然後那個 蛋奶液就可以加進來 完全 完全加進去喔 對 完全加進去喔 我知道為什麼你的那個蛋奶齁 是這個顏色 因為有那個 canned sugar canned sugar 是 我就想說為什麼會是褐色的 這感覺好像奶不 那個蛋不新鮮 蛋變黑了 蛋變黑了 對 ok然後現在呢可以加一點 鹽 對鹽巴可以加一點 鹽巴 收鹽巴 我需要一個小湯匙 其實只要一小 一小搓 一小搓 一搓 是一小搓 這樣子夠嗎 可以 來下雪囉 下雪 所以蔓越莓乾也可以選擇 越多或越少是自己喜歡 是 所以我們是倒整杯來半杯 聽到你剛才講的 這麼好處這麼多 其實我很喜歡蔓越莓乾 ok好那我們就倒多一點 這反正就是公司贊助嘛 好 其實也不要按太久 怕它起筋 它就不會有鬆 起筋? 起筋 筋 高筋的筋 請問什麼意思叫起筋 就是 好比說 起筋我就知道 可是起筋我就不知道 起筋我就不知道什麼意思 好比說像麵包這樣的texture 就是有嚼筋 嗯 那個就是筋 ok 高筋中筋的筋 對 可是因為我們的這個 scones 我們是要做得鬆軟的嘛 嗯嗯嗯 所以就是不要太過 太過過度攪拌 ok好 對 其實給他們觀賞一下 這個高度啊厚度啊 其實就是我們講的比較好的 對我們其實 其實它 它烤了之後還會再高對不對 對它還會再發 因為有加了那個泡打粉 它的高度啊可能是 一個手指的高度 其實就ok 是 等下你一泡 你就是烤的時候呢 它就是兩層的高度 欸這樣還不錯喔 現在開始 要定型 做圓的 如果說我家裡沒有膜怎麼辦 沒有膜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用家裡的 可能小碗啊 或者是紙杯啊 那些東西 生活碗 蓋下去啊 然後出來就很像披薩 可能拿瓶子啦 那種瓶蓋啦 對瓶子啊 小杯啊 杯蓋啊 欸真的有像耶 等一下我們整天要坐在那個草地上 然後鋪一層那個布下去 草地 草地上 外面去滾吧 我們麥元梅看了真的很爽 爽 因為它大顆 好大一顆喔 因為有的外面買的話只是半顆 是 它們通常是切片的 然後壓扁的那一顆 所以你可能吃起來就沒有那個juicy juicy的感覺 對 這個我們還吃到裡面的酸 欸其實它真的很好賣欸 因為很多人是跑回來說 欸你們不會加很多糖 最後一個會醜一些 沒有啦 OK啦 OK好了 嗯 然後刷一層蛋液 為什麼要刷蛋液其實是 就它表面會比較漂亮 然後呢 就要預熱你的烤箱180度 然後烤個20到25分鐘 等一下再見 哇 這真的很香耶 而且看起來很好吃耶 而且好像那個擺盤上來看起來真的是 下午茶 對 然後我準備好了 有茶 哎呦 哎呀 早講嘛 我今天就準備一個那個 紅白色的那種地毯布這樣子 準備野餐了對不對 來來來來 謝謝 恭喜你啊 哇真的很棒喔 你這個小達人耶 謝謝 所以我們今天真的等一下來試試看 而且它烤香烤出來的味道很香喔 是 嗯 感覺就是要迫不及待 試吃 耶 所以一般上的司康都會這樣子吃嗎 呃 對 這樣子或者加果醬 這一個呢 我通常會吃 嗯 再配上這一個草 沒有糖的 哇 感覺就是整個下午高級了起來 嗯 就這樣子夾 然後你也可以當然你也可以加果醬 它開始融耶 是 天啊 我要吃喔 不管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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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而且它不會很甜耶 對它不會很甜 因為其實糖分上我有稍微做調整 嗯 嗯 然後 天邊裡還有一大顆 嗯 裡頭還有很juicy的 那個果汁 那個滋味 嗯 嗯 欸我覺得這一集沒有讓佳芸上來 或讓其他同事上來應該是蠻好的 今天的這個啊 司康 嗯 做到這裡 我覺得算是 真的大成功 耶 再乾杯 乾杯 所以希望大家在疫情裡頭也一起努力 然後呢 在家裡也可以做好吃的 健康的 然後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 為什麼你會喜歡吃司康 為什麼會教大家做司康 Why Why 因為它很方便又很快 很方便是指 就很容易做啊 哦 而且它又耐收 你就前一天做了 然後你隔天可以拿來當早餐 哦 可以收冰箱 對可以收冰箱當早餐 你隔天一熱一熱一下就可以吃了 嗯 It's a good idea Sounds like good idea 是的 我們因為要走英風啊 所以一定要配一些英文 才像對得起這個司康 所以剛剛來的時候是要走中式風嗎 欸 欸 那起來炸喔 那起來炸料給他 好 然後下一回給他做一個披薩 叫他講一下意大利法 呵呵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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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